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是有接累 有小伙伴质疑这位素颜 吃起东西憨憨的小伙子 不是迁徙 毕竟跟平日里妆容精致 谦逊温和的迁徙弟弟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但是 这个铁憨憨的小朋友真的就是一阳迁徙 视频拍摄的时间是早上九点 四字弟弟正在准备室内的拍摄工作 早早开工的弟弟肯定是没吃早饭 头发没做 妆没化 但是肚子要先填饱 所以才会有了视频里他狼吞虎咽的一段 工作室的偷拍让网友们纷纷感叹 四字弟弟的吃相怎么如此难看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发文惊叹他 怎么这么黑 怎么这么吵 网友的言辞虽有些犀利 但也不算冤枉弟弟 视频中确实颠覆了他以往形象 让人大跌眼镜 回看精修照片中的迁徙 星眉见目脸型 鲜受硬朗 发型纹丝不乱 黑色西装笔挺修身 妥妥职场精英的形象 跟工作室发出的偷拍画风完全不一致 两个反差有点大 两相对比 更把吃相难看的迁徙 衬得像个铁汤汤 可能在一阳迁徙的内心 已经不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偶像爱豆了 所以私下状态 也就实在没必要 一直绷着了 从三小区的发展历程来看 到目前为止一阳迁徙 算是率先打开新境界的一位 他演员的身份 时间不长 但却已经有古装 长安十二时辰 现代系少年的你 两部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在手 且两部作品又分别占据了电视剧和电影两个领域 也许当初接下剧本的时候 一阳迁徙还只是在试水 但没想到却收获了多点开花的效果 曾经三小区合体的时候 大家对不善言辞的迁徙未来的发展并不被看好 因为这个乖巧 隐忍的大男孩内心的世界 并未因公众人物的身份而打开 相反他似乎把自己封闭得比较紧 可事实上 一阳迁徙却是个非常有想法的少年 曾国祥导演就曾经评价过迁徙 乔北这个人物的身上有一阳迁徙的影子 那种隐忍和爆发 以及内心深层的善良 都是一阳迁徙身上折射出来的 难怪这部电影能收获这么多的好评 迁徙是把自己带入了小北的身上 也许 大众也该放下对一阳迁徙偶像的印象 毕竟这个孩子已经20岁了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显然是比同龄人更成熟更有思想的 至于私下状态 是不是一直精致 也真的没必要 都是常人 谁还不能放松一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